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给这最后的脸对小鸽子套上足环 有朋友说,难道你到今天还在服鸽子吗? 是的,我又让他们服了脸窝 这一窝是我的双关狗王冠军 他的脸只小鸽子,我给他戴上足环 为什么现在还要服?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想把这双鸽子送给一直关心我,支持我的一位粉丝朋友 每一次我发视频,还是我的鸽子出现了什么状况 还是训放也好,比赛也好 他都会第一时间的支持,关心 所以为了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支持 我把这一对小鸽子送给他 并且我还把稍微羊大一点再给他 让他回家没有厚补之用 说实话,这一对鸽子 在别人眼里也许不起眼 但是在我宫里 他和芬莉卡 却是最后的 朋友们你们看啊 小花没回来,你看 他又上来 因为我棚里亲人的鸽子有 有的朋友说小花那么亲人,放丢了口气 其实我这棚里有亲人的鸽子 只不过小花呢 他 站在我身上呢 小花呢和我亲近的多一些 后来呢,他渐渐的站了上风 其他的鸽子来了呢 他就把打走了 你看现在小花不在 他又来了 这只鸽子呢 就是去年秋间 放五百公里 在芦江被抓的那一只 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第二天放的 结果第二天呢 说没放 一直到一个月后 整整一个月 他 成功逃龙了 回来了 从芦江回来以后 从芦江回来以后和我就亲近了 还有呢,这一对小鸽子 这一对小鸽子呢 就是有好几位朋友关心的那个 我花一万一千八买的 他的下带 也是出了点汁 这一对小鸽子 也是无偿送给那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呢 也是一直关心和支持我 这对鸽子的贫配呢 这一次还在啊 两只特别还都还在 一直飞下来了 没关就回来了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一对呢 送给他 虽然够的不好 但是呢 也表示一下我的感激之情 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 一直以来的关心陪伴 欠你送恶毛 你心情一重 好的朋友们 虽然这一次呢 由于自己的原因比赛失利 还是希望朋友们呢 能够一如既往 支持和惯心 中心大人 谢谢 下期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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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鸽子 是持贵鸽子 这个呢 在每个人的心里的 给他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一些民家大户认为 没有进讲的鸽子 就是持贵鸽 还在有一些 各有的心里认为呢 当天不归潮的 就是持贵鸽子 究竟什么是持贵鸽子 如果按照赛格定义上来讲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 归潮的鸽子 才叫持贵鸽子 打个比方说 你这个会比赛的 有效分数500 只要你归潮的分数达到500 500以上 那么这只鸽子 就不能说他是持贵鸽 这呢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持贵鸽 我们有些朋友呢 也不知道是不懂 还是要故意审人 只要你鸽子没进脚 他就说你是持贵鸽 像我这一次500公里的比赛 由于自己管理不大 造成鸽子呢 出了状况 以致鸽子的 归潮的速度变慢 还有11只鸽子 至尽未归 我如实的向朋友们 汇报了这次比赛的情况 但是也还有一些朋友啊 也许是出于关心 也许是出于诋毁 总之呢 说什么话的都有 我觉得呢 很多的朋友 都是在关心鼓励 失败了 可以从头再来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有一位网友啊 叫彼岸769的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 是不是养鸽子 我首先呢 我还要感谢他啊 谢谢他观看了我的视频 我也可以这样说 他并没有观看我完整的视频 如果观看了这几天我完整的视频 就不会这样乱喷一气 说我不诚实呀 没有及时的 像朋友们说 当天归潮了多少只鸽子呀 当天我就说了 鸽会的归潮率是60% 我的只有三成 那么我也说了 我上了47羽鸽子 那么归潮率是三成是多少 当天我只归潮17羽 我说了三成 难道还不对吗 其实我回来37羽鸽子 只有一羽是10羽的 只不过呢 这样的分数 肯定是与讲无缘 我也说了与讲无缘 赛哥 没有永远的赢家 这场你飞好了 下一场飞不好 今年没飞好 明年也许能飞好 今年飞好了 也许明年飞不好 我也经常在视频里强调 像我这鸽舍的位置 如果打比赛 我是十场最少输九场 打地方赛 鸽舍的位置也很重要 这一点我想 所有打地方赛的朋友们 应该深有体会 持归归持归 但是对于我们养个人来说 他还满足了我们 一个重要的要求 就是 他还满足了 还没有进别人的汤锅 对于喜欢鸽子的我来说 只要他回来了 十天八天半个月一个月 他回来了我一样开心 我今天这样说 我不知道 有些人有没有明白 到底什么叫吃归鸽 只要在有效分数内 归潮的鸽子 就不叫吃归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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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